代表们听取了省国资委汇报 先后视察了沈阳 本西 府顺三市 在混合所有制改革 企业办社会职能分离移交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等方面的情况 代表们表示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在辽宁考察时 和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 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 向补齐拉长四个短板 落实六项重点工作发力 通过在人代会期间 提出议案建议等方式 真正把辽宁情况反映好 把辽宁人民诉求表达好 推动辽宁高质量发展 代表们建议 要坚定不移加大改革力度 及时总结推广改革成功经验 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 进一步解放思想 不断完善顶层设计 要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监管 放开股权比例限制 在引进民营资本的同时 引进科学的管理机制 要建设法治社会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要加快发展生产服务型企业 扩大社会就业渠道